嗚 歡迎Julia 帶來別哭了 你好 你好 唱完又比較不緊張嗎 還是有一點小點 小緊張 對對對 那我們還是要先恭喜你一下 我們直接到了本週KKBOX華語新歌榜的第十名 沒錯 恭喜你 非常的厲害 對 那要不要也好好來介紹一下這首歌曲 這首歌其實是我四年前在小時代裡面的一首歌叫做Whatever 然後我有唱 但是這個是中文版的 這個就是吉他版 Acoustic版本 因為在電影裡面大家聽到的是整個編曲蠻豐富的 所以這一次收入在專輯裡面我覺得是很有意義 所以在唱的時候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嗎 就是要自己不要哭了 對 因為這首歌也是要別哭了 所以每次唱這首會都會 情緒會稍微有一點點shaky 然後會被這個旋律吸進去這樣子 對 然後歌詞也很感人 對 所以自己平常愛哭嗎 我是哭點稍微比較低的一個人 對 就是蠻敏感的 所以可以藉由這首別哭的告訴自己不要再哭 也好好示範 明明叫別哭 但唱了就很想哭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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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因為你這一次也是 也不是第一次上榜 對 就是我們終於見到你本人 因為我們其實在KBOX也很常 就是抱你的歌 沒錯 這一次就是親自聽到你 所以非常的謝謝 今天也很開心可以來到這邊現場給大家唱歌 真的 真的 然後因為等一下我們也會好好的 就是也會讓你好好的宣傳一下 好的 好的 好 那我們就先謝謝Julia 好的 謝謝Julia 謝謝 謝謝 Julia等一下還是會繼續在 對 她等一下還是會繼續在 就是好好的再唱一下歌 因為我們同在 什麼鬼 好了 對 那再報那個前十名 報我們的 對 第九名的 真的 對 我們今天有個特別非常厲害的東西 一定要特別講一下 但是大家放送喔 因為我自己看到的時候我也傻眼 對 送得非常好 我們今天要送的就是 DARIO十週年的演唱會門票 是的 四組八張 四組八張 好不好 就是可以 你得到一組就是還可以再帶個朋友跟你一起去 對 你還可以帶你媽媽或你爸爸這樣子 對 沒錯 好吧 這十週年的票非常的珍貴 那要怎麼得到呢 其實得到的方法跟之前一樣 前面兩個步驟是一樣的 對 第一個就是 分享我們直播 然後呢 第二個步驟就是在直播結束後的三十分鐘內 然後 最重要的第三個步驟 對 不好意思就是出到第三個 因為這次實在是太珍貴了 對 這個禮物很重大 所以就是要好好再做第三個步驟 就是要訂閱我們完全樂YouTube的職 的那個訂閱頻道 對 訂閱頻道 那很多人會想說 我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你也不知道 對呀 怎麼樣我就是不訂閱 Sorry 我們還是會好好地check 對 我們會看的 那相信的東西 還是要看一下我們玩瑜的Facebook的官方網站 對 臉書就臉書你硬要講官方網站 對 沒錯好不好 就是一定要鎖定一下 對 因為Stereo的石中林演唱會 其實在那個之前海外就已經有辦過了 對 然後這次又就是剛好在9月29的晚上7點 在Lexie Max 就是聽說是一個新的地方 對 而且聽說會有很大咖的神秘嘉賓 對 神秘嘉賓 我們都知道就是上次演唱會就是有 五月天阿信 八三一耀還有谷谷 這一次 對啊 好像還有一個厲害 可是我覺得這個組合已經很厲害 到底還可以要誰 對 我自己聽到第一個五月天 我覺得這個還不夠厲害 就已經不夠厲害了 對啊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期待 因為我們是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要拿到演唱會的門票 你還可以去看這場演唱 你去看你就知道了 對 然後順便告訴一下我們 所以一定要訂閱那個 玩瑜的Facebook 對啊 你們現在還沒有訂閱 我覺得有點扯 因為我也已經訂閱了 這才也可以看到就是很多 我們上傳的YouTube的影片 對啊 對啊 好不好 訂閱一下 訂閱一下 以及就是今天我們有一連串的 就是一些 我們在網路上也有公開四個 就是四組嘉賓 然後要來就是 跟我們一起玩樂 就是唱一下歌 所以今天一定要跟我們待到最後 好不好 每一次都要待到最後 好不好 Yep 再來就是要繼續我們的 KKBOX 華語心歌手榜 那我就 剛剛我昨天是第十名的部分 我就來播報 本週的第九名就是 真知喬的亮了 WOW WOW 恭喜 要先恭喜喬喬姐 對 真的因為上週就是他 他就是來 親自宣傳這首亮了這首歌 沒錯 本週馬上進榜 直接進榜 其實真的要來宣傳才 就是 才好像可以蠻迅速進榜的感覺 對不對 是這樣講嗎 就是可以快速進榜 有沒有 好像很適合 但是 對 所以希望各個歌手如果想進華語 可以幫我寫 好不好 都來 都來講 都來講自己的心路歷程 沒錯 因為就是在上週 喬喬其實也有講說 這首歌其實就是在寫他的 心路歷程的故事 然後他也其實對這首歌很要求 因為他也希望就是 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也可以很真實的 把他的故事給表達出來 帶給大眾 對 因為我覺得 喬喬也是 就是他是一個蠻 然後也很 就是對自己很要求很多的人 沒錯 然後他也就是因為有一些經歷 然後一些過程 然後讓他現在可以這麼的正面 比較放鬆 對 然後很坦然 就是面對一些事情 對 所以就是其實在上次訪完之後 然後我又回去 聽了亮了這首歌 在還沒訪之前就是 我覺得有差別 因為你認識了這個人 訪之前無感 訪之前小感 小感 小感 小小感 叫感什麼 就是很 就是小感動 但是訪完之後你就會 完全把這首 就是巧巧 然後跟亮這首歌 完全結合在 因為就覺得 被他渲染進去 對 就是他真的成功的 把這首歌帶給我 其實上次小感動來的時候 在你的飲料裡面下藥 然後讓你回地下歌的時候 被我不一樣的感受 還有這招 那我覺得也蠻厲害的 我是他的共犯 你沒有 你也亮了吧 你有聽到也覺得亮了吧 我一直都很亮 OK 所以 不用聽是不是 沒有啦 其實在聽之前 我人聲是暗的 然後聽完之後 覺得有亮了一點 所以如果人聲要亮的 好不好 還沒有認識巧巧 然後也還沒有聽這首歌 我覺得可以多多幫巧巧衝 讓他可以持續到我們 KKBOX華語心格 周吧 而且可以帶給自己正能量 對 恭喜巧巧 恭喜巧巧 接下來 第八名是 莫文蔚的 矮杜 我覺得這首歌很感動 因為我自己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好夢幻 然後有讓我覺得 喔 我想要矮杜 我以為你要講矮杜 下手是矮杜 其實對跟家人討論過之後 還是I don't 喔 怎麼了 對 因為現在太年輕了 還不能結婚 喔 對 對 也沒有對象 OK OK 對 那其實這首歌是 就是算是說寫給他 就是交往 現在已經結婚六年的初戀男友 對 其實我覺得很難得說 你可以真正跟你的初戀男友 結婚 然後到現在六年了 然後六年了 他又寫一個I do 這種歌 很浪漫的 因為這個感覺就是當時 他們在六年前結婚那個時候的場景 他的氛圍 我覺得非常的好 而且這首歌應該可以當那種結婚 就是之後又有一些結婚的歌曲的選項 對 我相信說 這陣子的那些婚禮啊 或什麼的應該背景也會做 對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還滿帥的 而且其實很久沒有聽到 莫文威唱歌了 就是出歌 對 沒錯 所以難怪會馬上進我們的榜 再次恭喜莫文威 恭喜 好 再來是本週的第七名是 朱莉晶的《反對眼淚》 哇 因為我們也知道就是上次也訪過那個Mew 對 Mew 然後其實他也就是很希望能夠把他的故事 就是用唱的給大家聽 對 所以他這一次呢也跟他的作詞人就是 有稍微真的觸膝長談了一陣子 然後好好就是把他的故事 然後告訴那個寫 寫進歌詞裡面 對 就是用歌詞的方式 然後就是也是帶給就是他的歌迷這樣子 然後天書也是在錄製的時候 完全唱哭的所有的工作人員 他在拍MV的時候自己也唱到哭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你真的有把自己投入在那裡 你就不用擔心這首歌到底會不會有夠名 因為他自然就會感染出去這樣子 沒錯 對 那當然我們也聽了Mew的歌聲之餘呢 我們也來看一下 Mew要來跟我們講什麼 恭喜Mew 恭喜Mew 等你來爆棒 對 最後面還特別講了一次耶 就是很想要來爆棒這樣子 對 我覺得非常期待 對 希望他下次再來 對 希望他的歌迷可以幫他衝棒單 一定要支持 一定要繼續幫Mew 衝棒 你也有這天啊 Mew 沒事 沒事 你是看到Mew真的太緊張是不是 是這樣嗎 想說怎麼突然要幫Mew 對啦 我是覺得 我怎麼突然 我是不是不應該亂講話 沒關係 沒有支持Mew是好事 OK的 就是好聲音一定要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支持 對啊 再次恭喜Mew 再次恭喜Mew 接下來第六名是 林俊傑和消除聯盟的 丹寧執著 恭喜 我們上升三個名次 沒錯沒錯 來到第六名 是JJ 感覺 繼續上升指日可待 指日可待 因為其實我發現這一週都是上升名次 所以其實表示真的競爭都很激烈 反正就是如果是下降名次 我們也不會講出來 其實也是喔 另外一個說法 另外一個說法 但是幸好這時候都是上升 所以沒有什麼話術的問題 沒有什麼話術的問題 好 這次恭喜林俊傑 恭喜 再來是本週的第五名是 戴艾琳的 以分手為前提 好久沒有聽到戴艾琳唱歌了 好久沒有以分手為前提 我以為你都用以分手為前提 不要亂講話 OK 睽違兩年就是戴艾琳 終於推出她的新歌 那其實 在她推行新專輯之前呢 其實她有在我們三立華劇 噗嚨噗嚨我愛你這個 裡面插曲有搶線曝光 有搶線曝光 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在 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想說 這個歌名也取得 也好像也不太好聽 那種 對有點負面 對 就想說她怎麼會有人 就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其實你在仔細看她的歌詞 她其實真的是在說一些 比較淒美愛情故事那種感覺 因為其實真的是有某一群人士 真的會 向她投入在愛情裡面的時候 她會想說 其實不知道這個人適不適合我 然後好像會有一點分手前照的預感 對 自己會有一點第六感還是什麼的 對 然後所以就到底要不要 就這樣執住了呢 其實 其實有些人是不會的 因為他們其實更注重在 那個享受那個戀愛的過程 不是在意那個最後的結果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這樣的感情光 也不是什麼壞事 因為要說以分手為前提 其實不管結果如何 我覺得過程中你有得到什麼 以及你學到什麼 其實才是重點 對 因為你人生中不一定 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結果的 對啊 我們突然來到那種 生療保證結果 對 有點蠻認真起來 但也OK 因為這首歌可以讓大家 好好的去體會一下 看你是不是有這樣的感情觀 然後也希望也不要太在意 真的好像以分手為前提 就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我一定要有結果啊 什麼我一定要結婚啊 你說我們 我是以結婚為前提 謝謝 我 我是以 不被發現為前提 我是以被發現為前提 對對對 我希望大家都知道 可以一起好不好 下次就cue你們去拍這樣子 對對對 cue你們來拍 OK 越講越收不住 對啊 好啦 這是恭喜戴愛琳 這邊還是要恭喜一下戴愛琳 接下來第四名是 維里安的身旁 恭喜維里安 上升三個名次 沒錯 來到第四名 再來是本週的第三名是 李榮浩的歌謠 前三名了 前三名了 白熱化階段 對 滿緊張的 滿緊張的 好 那我們要先恭喜 李榮浩在上週六的 公彈小巨蛋演唱會成功 沒錯 成功 以及放閃成功 對 我覺得其實這個才是大家最想聽 真的 最重要的 欸 上週的新聞完全都是 全部都是 就是那個 親的那個 欸 加在那一刻 對 然後我覺得她真的還滿厲害 就是我猜不到 因為那時候我有看一些就是 那個楊誠玲的幕後專訪 然後大家都一直問說 欸 這週六到底會不會去 就上週的時候 不會啊 你們去就好啦 什麼的 去 演員就是這樣 完全 我一直以為她不會去 結果上升 那個山將長的上升 連輪碩一放出來 看到楊誠玲想說 真的就是讓大家 真的還是來了 對 而且其實滿多人 想要看他們同台的 對 其實他們一起在演唱那個 的畫面還滿美的 很幸福的感覺 因為這是真情嘛 對啊 所以就是 當然就是李榮浩演唱會 結束也不是一個結束 因為之後呢 他也會持續的推出他的新歌 也希望大家一起多多支持 恭喜李榮浩 恭喜 接下來第二名是 畢書靜的 Nothing at all 恭喜畢 畢哇 來到了第二名 上升六個名次 對 其實我覺得 就是我完全不驚訝 因為我覺得 是真的 畢一出歌 畢一定就是在 對 其實他 對 他推的兩首新歌 都有在榜單上 對啊 我覺得其實 這個真的是 因為 因為其實我自己在學校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聽畢的歌 到現在我覺得 哦 越來越有轉身 然後畢也長大了 然後我也長大了 有時候 一起長大 一起長大 對 因為你也是聽著他的歌 對啊 從那個時候轉身之後 那個時候 其實那時候應該很多學生都 很愛做歌吧 而且就可以看到Bee開始在 對他的音樂上的一些突破 就是唱出不一樣 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厲害這樣子 他現在應該也就是忙於演唱會的部分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持續的 在演唱會之前 好好聽他的歌 恭喜Bee 恭喜 再來 哇 第一名 蠻厲害的 就是我們的那隊夫妻的 我 不 我不會 我 我不會講話 我不會 這讓我想到是不是上週第一名是潘瑋伯 對啊 那你怎麼開心 沒有 那隊夫妻完全就是 就是 對 他四周本來是 光榮 光榮 光榮退堡 那也OK 這樣可以接受了是不是 但你現在是潘瑋伯的經紀人 沒有 這真的還是很恭喜那個 那隊夫妻 因為其實那時候就 對 那時候他們在第二名 我記得他們是一出 然後新歌就馬上進榜 完全沒有在 沒有在那個 沒有在跟妳等待的 對 就直接衝進前三名這樣子 沒有沒有 對 那其實這首為什麼會那麼 被大家受矚目 也是因為那個Kim 他是親自寫詞 然後寫出他跟他老婆 這十三年的感情生活 對 所以其實是很Sweet 然後如果大家有在看MV的話 其實裡面的一些真實故事 就沒有改編 就是完全真人真事演出 那就是他們本人啦 對 然後他們的故事 就搬出來演這樣子 然後所以你看到那些流淚感動的畫面 都不是什麼要培養情緒 沒有 他們就是自動的聽到歌 然後進入他們的情緒裡面 回憶裡面 進入他們的過去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那麼甜蜜的歌曲 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多多支持 恭喜那隊夫妻 恭喜 也恭喜以上的十名 沒錯 然後就是下週也繼續鎖定我們的 KKBOX 華語心歌周榜 在news一下之前要分享我們的直播 OK 然後按那個玩語的那個Youtube頻道 訂閱喔 要訂閱喔 好 等一下有更多好歌的聽 好歌的聽是什麼 好歌可以聽 好聽的歌可以聽 OK 好歌可以聽 好聽的歌可以聽 news一下 歡迎回來 我剛剛看到的就是直擊的那個 金鐘的那個串場影片 沒錯 對 然後其實好像還蠻豐富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 對 可以follow一下 因為大家也知道就是網紅的實力 一定是 對 網紅實力其實是很驚韌的 所以應該會 因為剛剛那個小記者也說 超多驚喜在裡面 所以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持續follow一下 然後要跟大家說的是 923是我們的廣播金鐘 然後 金鐘的廣播 對 就在這個禮拜六 然後930是 下一周就是電視金鐘 沒錯 對 大家都可以持續的鎖定 然後玩語也會有一些就是 影片釋出 然後給大家看 然後持續的大家follow一下 對 以及一定要分享我們的直播 因為我們後續 hi的部分要來了 呃 也是讓耳朵懷孕的部分要來了 嗯 怎樣 沒有沒有 沒有 就是因為等一下會有一些 你知道 來賓們要來唱歌給我們聽 喔 真的假的 你不要一副沒看 我想說要有第一次 做一些效果是不是 第一次的感覺 喔喔 對 所以就是大家持續的幫我們 分享我們的直播 然後以及就是要 訂閱我們YouTube的頻道 對 因為這一次的Stereo 就是十周年的票 就是大家都知道非常的難搶 對 非常難搶 其實已經爆了 對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就是鎖定 然後就是幫我們分享拿票 鎖定 然後分享 Tag三個朋友 然後評閱 然後評閱 YouTube頻道 其實就這簡單的幾個步驟 對 就有可能拿到這麼大的禮物 另外一組給我們兩個去這樣 嗯 我剛才也是這樣講啊 對 他說不行 因為是非常 好啦 其實我出於私心 我還是希望大家不要做這三個步驟 這樣我就有可能去啦 欸 你做一個反效果的感覺 因為大家都硬要做 你幹嘛為什麼要把我的那個 小星期講出來 大家都不要分享 不要 很爛耶 原來沒有啦 對 因為要一定要分享才能夠看到更多 後面的一些來賓 然後要演唱歌曲的部分 對 精采的要來囉 對 因為今天呢 就是要來一個玩語的翻唱PK賽 以及就是要因應我們 因為金鐘獎的到來 其實金鐘就是會有一些經典的歌曲出現 對 而且大家對戲劇類的獎項 也是非常的關注 對 所以有好的戲劇 當然也可以搭配就是好的一個歌曲 經典的歌曲 對 那我們今天啦好不好 有四所來賓要來就是幫我們翻唱 這麼多人 對 所以今天的節目非常精采 大概到十二點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大概到一點 然後大家開始深聊一些有的 沒有 我們就一點直接接夜唱 哇 好像還不錯 好啦 歡迎我們的來賓 慢慢說Top1 以及秦與子還有Julian 歡迎 耶 耶 嗚嗚嗚嗚 嗚嗚嗚嗚 耶耶耶耶耶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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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的嗎 我是子虹 謝謝 太緊張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的首張專輯1028 沒有實體專輯 所以送的是很限量的AR書 限量的AR書 我們現在可以看嗎 可以啊 你可以打開 然後你可以等一下用手機掃描QR code 然後我就會跳出來 現在QR code直接跳出歌曲 太誇張了吧 我覺得我是個想法囉 裡面還有一些步驟 就是要怎麼 對 教你怎麼去玩這本書 因為可以過步驟 很酷耶 對啊 好 今天晚上玩 對 裡面還有一些就是 那個Julia的一些外拍照 還不錯 對 好 歡迎Julia 歡迎Julia 來 到我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Yuzi 秦余子 Yuzi 大家好 大家好 第一次來玩瑜 然後我的新專輯 應該也是首張專輯 LUNA在9月8號已經正式發行 然後也是帶來兩張送給 子虹上面幾個字 我是子虹 我知道 宇宙不會忘記 謝謝 不會錯 因為她名字跟我名字 是有同一個字的 對 瑜 對 其實有瑜的都是美女 哈哈哈哈 喔 基於綽號不算 要本名才算 OK 綽號的魷魚不算 我本名叫林思雨怎麼了 哈哈哈哈 槓起來了 好啦 沒事 來介紹一下這個專輯 這專輯的名字叫 烏南烏南 喔 是這樣唱的 烏南烏南 你可有過 這種興奮直覺 哇 還沒有 所以我們之後如果 我們不能說這首歌 這個專輯叫露娜 我們要說這個專輯叫做 露娜 露娜 這麼長然後還要把它唱 我們都要這樣子 對 這樣子 Oh my God OK 對 你也可以把它翻成露娜 露娜 我找不到露娜 露娜在哪裡 也蠻好記的這樣子 聽久了就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就是一首 一張有十首歌曲 然後裡面有八種不同風格的 很特別的嘗試的一張專輯 專輯 好 OK 歡迎 歡迎 謝謝 我猜人家露娜 歡迎露娜 對 好 歡迎慢慢說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慢慢說 嗨 嗨 嗨 我們發行了我們那個 全新數位單曲 但是這個就是限量 就是巡迴的時候才有賣的 那個實體單曲 然後今天送給兩位主持人 我知道 好 你拿個字紅 我知道 沒關係 因為小記者也都叫他洪正 另外一個團員的名 所以你們沒關係的 Shut up Tag他 他都叫他洪正 我們讓小記者上台 怎麼那麼失禮啊 真的是 好了洪正 夠了 夠了 好 慢慢說好好介紹一下 沒錯 對這一次的 這一次我們的數位單曲 是日文的準備開始的意思 對 那也是為了那個網路劇 未婚男女寫的主題曲 是的 對 那其實你看那個整個專輯 就是粉紅色的啊 對 因為我們在描寫戀愛 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大家那種小路亂撞啊 心裡蓬蓬掉那種樣貌 我現在也有一點 有一點好像看到 你是看到誰 看到誰 看到誰 因為他的聲音很好聽啦 聲音就可以讓你小路亂撞 那我們再約一下私聊 這個尺度已經到達半夜 不是說到一點嗎 對 也OK 希望大家會喜歡 各大專輯平台都可以聽了 這樣子 好的 一定會支持的好不好 謝謝 歡迎慢慢說 歡迎 再來這個還要介紹嗎 就熟成這樣了 我第一次見面啊 要 還是要讓我講啊 好 講一下 大家好 我是P.S.Boy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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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啦 What's wrong with you man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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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梓鴻你好 我是X1P.S.Boy的一博 一博 嘎臀嘎太多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是X1跟P.S.Boy的翔翔 梓鴻你好 你好 翔翔你好 你今天覺得主剩只有一個 今天口紅有收起來了吧 應該沒有再畫臉這件事情了吧 今天會讓你帥全場 跟你有過節啊 好啊 帥全場 OK 行行行 好 那這次帶來什麼 帶來的 我們其實剛拍完我們的 新歌的MV 在前天 18號 對 直播嘛 18號 今天其實是有帶一個 就是P.S.MV的高鐵票送給宇宙 對 跟我報仗 對 然後希望我們的MV 就趕快再跟大家見面 真的 大家期待一下 對 好 歡迎P.S.Boy P.S.Boy 歡迎P.S.Boy P.S.Boy 好的 那今天呢 這麼四組來賓來到這邊 當然就是 不是要跟我們聊一下你們的作品 以及我們要來翻唱一下 就是 你們各自會帶來就是翻唱的歌曲對不對 對 經典歌曲 對 那以及我們要來就是 評分讓那個粉絲來投票 對 直接以線上投票的方式 好殘酷 對 然後每人就是代表一個符號 然後在那邊對 要跟粉絲先好好記一下 因為這是四組嘛 那符號比較多一點 我覺得要分清楚 不然投錯了這樣子 對 然後那個Julia的是愛心 愛心 對 然後就是你們在 等一下會有一個宣傳時間 你們可以好好的宣傳自己這樣子 然後那個UZ的是讚 讚 好不好 愛心跟讚 然後慢慢說的是WOW WOW的圖案喔 要記清楚喔 然後Tub1寄P.S.Boy Tub1寄P.S.Boy 是哈哈 哈哈的圖案 對 那今天呢如果是P.K 然後第一名就是獲得最多的話 就可以宣傳唱自己的歌曲 直接在現場唱自己的歌曲 直接在現場唱自己的歌曲 對 所以就是競爭非常的激烈 是Facebook嗎 對 Facebook Facebook 就在這裡 Facebook的一個人只能 只能一組 沒有錯 你們怎麼這麼殘忍啊 天啊 現在我必須要先跟各位講喔 現在你投的票啊 其實我們現在都會扣掉 對 我們要到真的比賽開始 真的唱歌了 嗯 票才算 還沒開始 對 所以希望現在大家先把票撤掉 撤掉 但是還是要分享我們直播 對 因為你一定要拉更多的就是人來 支持自己的歌手這樣子 一直支持自己想要的歌手 對 沒有錯 然後現在呢我們有30秒的宣傳加拉票 就是給各位 然後有一個好的時間 然後跟粉絲來就是拉票 跟介紹一下自己這樣子 玩於購物台開始 開始 然後讓我們就請Julia先開始 哈囉大家好我是來自澳大利亞的Julia 我的中文不是很順 但是我發了我的首張專輯1點28 我看錯鏡頭了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會唱很好聽的一首歌 是我朋友的歌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些愛心 謝謝 哇 我的天啊 30秒了 可以 這首是愛心 可能已經飆高也不一定 對 但這首不要飆 要唱歌的時候愛 才有用喔 哇塞 那我可以直接唱嗎 反正萬一唱不到我就先唱 好好唱一下 沒有 用講的 用講的 不然你可以用饒舌一段 講歌 大家記得一定要按讚 因為應該讚是最容易按的吧 其實你們就 揍手按一下也可以 我是Julia 請你只記得按讚 我待會唱歌給大家聽 也希望可以打到自己今天的主打歌曲 那就這樣啦 靠你們啦 讚嗎 讚是最多的嗎 對 謝謝寶貝們 讚真的 待會扣掉啊 不要緊 現在不算 現在不算啊 那麼開心 等一下我唱的時候再來 你現在應該要安撫他們 等一下再按 對對對 對對對 謝謝我們的UZ 那就慢慢說 好 大家好 我們是慢慢說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歌曲呢 原唱人呢 最近也有入圍金鐘獎 然後呢 他們在剛剛有說到 李榮浩的演唱會上 有一段非常精采的演出 如果你們等一下 都按WOW的話 我們也給你們一個精采的演出 我們也給你們一個精采的演出 我們有誰啊 我們有誰啊 按 他們是按 按WOW 按WOW WOW WOW 我的手機拿來 我想按WOW WOW 冷漢氣 到底什麼意思 太誇張了 這真的太厲害了 那大家真的會WOW OK 其實我現在已經WOW到了 對啊 按到爆 好 好 接下來換我們的 PSBOYS 嗨 大家好 我們是Top1的子團 PSBOYS 我剛剛呢 拍完MV 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回來 重點是這一次 我們有一個很厲害的女主角 講到女主角 今天我們要唱一首經典的歌曲 沒錯 那個戲劇的女主角呢 是那時候金鐘 大嬸先讓開好不好 那時候金鐘的女主角得主 女神級的 對 對 所以大家可以按哈哈 但按哈哈 我們兩個不會有驚喜 沒有 當然今天哈哈最高的話 翔鎮鎮腹肌練得很厲害 不能每次來都搞這種 對 鎮鎮鎮很厲害 可以 好 時間到 時間到 大家都還蠻積極的在拉票 對 而且我其實他們都講到臉紅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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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真的很逼人 一口氣30秒 很逼人 大賽那種 好 那我們就來抽獎 不是抽獎 抽獎 這麼快到抽獎 賭物台 不好意思 不會是不是 其實也等於是一個獎好不好 結果抽獎就剛好那個 Stereo的八張票 我們八個人去 也不錯 好像不錯 好像不錯 好 來抽獻時間 OK 還是要抽一下順序 對 我應該不用再搖了吧 對 搖不動 這個要怎麼搖也不會動 對 搖三年都可以 WOW OK 那我覺得現在要搖一下 等一下我兩再一次 那你要拿 你抽 來 謝謝 謝謝 好那抽完幫我們直接給鏡頭看一下自己是 自己是 好我們先 第二再一起 慢慢說是第一組 慢慢說是第一組 我不敢抽然後叫你 Julia是Julia 第三是Yuzi 然後那個 第四是我們的PS boy OK OK嗎 抽到第一個會不會很緊張 很有壓力 不會啊就趕快演完 可以 可以 沒關係 趕快演完趕快下去休息 好因為現在慢慢說要C一下樂器 對 對 那我們就是其他就先到旁邊 好 欣賞科學 OK 謝謝 謝謝 會唱 對 那這首歌呢 是圖迷的片頭曲 圖迷也入圍了金鐘 天啊 你們根本是要演這一段啊 驚心 驚心 驚心準備 對 然後前陣子 就剛好前陣子李榮浩演唱會 就來了一段嘛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今天也準備這樣的歌這樣子 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是哇 不是我們是慢慢說 可以點個哇 我們是哇 慢慢說 WOW 就是WOW WOW是我們 喔 可以喔 連倫說 歡迎 歡迎 謝謝 好聽好聽 好聽喔 對啊 為什麼會想要選這一首歌曲 對啊 這個要沈志邦來說 好啊 這是我的女朋友是不是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因為你喜歡 陳琳姐 沒有 因為她說她是討厭楊成琳 什麼 你現在只有我有Mine 你知道嗎 什麼 不是嗎 你不是叫我說討厭楊成琳 我沒有打算把Mine給他 沒有Mine 對 沒有Mine這樣子 沒有 我們本來只是想說 如果真的要問說 要為什麼要選這個 就是她要這樣子講說 你趕快講啊 好 你說一下嘛 你就說 但是你不是要演給大家看嗎 沒有 你們先慢慢說 等一下好了 慢慢說 好 其實好啊 先說正常的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楊成琳 然後這首歌又 那時候就是圖迷也是 在我的人生當中 我追了很久的一部曲 你知道她在追劇的時候啊 真的 就是我完全是個透明人 你知道嗎 怎麼說 我整天在那個工作室這樣晃來晃去 她就一直電腦螢幕這樣子 這好感人喔 這一段要是我這樣選擇怎麼辦 跟著哭 其實真的很難選 對 然後就一直跟著劇哭啊 哭然後她就說你還好嗎 不是 我覺得你們女生一看劇就變成 就是所有人都變透明了 我們都投入在裡面了 對 全部都給劇裡 所以是因為你看了劇 所以你才想要選這首歌曲 對啊 沒錯 對 那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會不會覺得很難唱 或者是很難詮釋的感覺 有壓力嗎 其實還蠻有壓力 因為其實那個原曲的編曲 是非常就是非常浩大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改成一把木吉他的編曲 然後也是想要就是給大家不一樣的版本 這樣子 OK 也很有感覺 對 謝謝 剛剛WOW有很 應該還蠻爆多的吧 剛剛WOW有 WOW 幫我們點WOW一下 所以你們是等一下真的如果第一名 你們真的會做出這件事嗎 驚喜的人 可以啊 OK 期待一下好不好 不然再最後拉一下票 好 那大家好 我們是慢慢說 我是主唱麗德惠 我是吉他沈之芳 然後我們發行了最新的單曲 Say No 數位發行請大家多多支持 那今天呢 我們剛剛唱了一首年輪說 我們的代號是WOW 所以你用Facebook點WOW 而如果票數最多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給你一段精彩的喔 就WOW了 就WOW了 給你一段WOW OK WOW 謝謝慢慢說 謝謝慢慢說 謝謝精彩表演 謝謝 再來第二組 就是 我們的Julia Julia 剛聽完覺得有壓力嗎 不當然啦 當然是有壓力的 對啊 但是OK的 你這次要帶來什麼歌曲 對啊 我要唱我的好朋友的歌 Kimberly的愛你 大家都知道這首歌 所以我超有壓力的現在 對 所以唱好朋友的歌其實也滿 滿有壓力的 對啊 搞不好好朋友現在就在看 一定在 可以喔 好 那我們就歡迎那個 Julia要帶來的愛你 歡迎 歡迎 不同感覺的愛你 對 對 你們 你們不能在台下 台下聽那麼爽 還不上來這樣子 粉絲變粉絲 OK OK 不然說到粉絲 不然你剛剛那個 P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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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完的感覺怎麼樣 沉浸啊 我們剛剛都忘記上來了 就在上面這樣 真的 就是享受 所以自己會很有壓力嗎 就是 我居然在他後面唱這樣子 欸 在後面 剛好不是我們 在後面 在後面的音樂 你是在Cue我出來了嗎 對 我在Cue你出來了 沒有 我想說我們不是一個團 團體嗎 也是 等一下要特別演唱 對對對 突然那為什麼會選這首歌呢 除了是自己好姐妹的歌曲 呃 因為這首歌也是我 第一次認識到Kimberly的一首歌 所以然後那時候就是 跟他就是變成朋友了 所以 所以我覺得滿有意義的這首歌 所以應該平常也都在練這首歌 然後今天就把它搬出來 還是有特地練 平常沒有練 因為聽他唱太多 因為自己好朋友的歌滿怪的吧 真的假的 對 像昨天晚上 我就一直在重複重複 聽他 然後就覺得有點怪怪 因為他聲音 然後聲音就是一直在旁邊 覺得有點怪 OK OK 我們不覺得怪 非常的好聽 對 對啊 拉一下票 對啊 好 那就是希望大家喜歡我的版本 然後可以多多支持 然後給我多一點的愛心 按愛心 愛心 沒錯 喜歡Julia 一定要按愛心喔 對 對 接下來下一組 下一組 UZ OK嗎 你要帶來的是 Angela的遺師的美好 這首經典 很經典 經典 突然壓力很大 貨車有帶來嗎 貨車 因為MV他坐在貨車上面唱的 妳也記得好細喔 我有帶那個枕頭 OK 好 那我們就歡迎你帶來這首遺師的美好 歡迎 謝謝UZ 帶來就是我們童年回憶的偶像曲歌曲 哇塞 好回憶 就是以前的狂看啊 為什麼要選這首歌呢 好看的電視劇當然就是 歌很重要 對 因為這個電視劇的關係 我就聽到了這首歌 其實當時我還在美國 但妳只有知道這部劇了 對 那時候我記得是暑假 然後我就是上了暑假課 然後剛好那時候 思念了一個人 他不在我身邊 說出來 你怎樣啊 沒有不認識啊 對啊 沒有不認識啊 對啊 然後就是每天上課的時候 就是在聽這首歌 然後一聽這首歌就開始哭 然後就覺得 哇塞 一整個暑假就是這首歌的 在腦海裡面 其實上課上來有辦法會哭嗎 這樣子 就是會默默流淚 然後看起來是 看不到眼淚的那種感覺 很高級的眼淚 蠻抽象 對 那剛剛唱的時候 也是蠻有回到那時候的感覺 所以我剛剛就是一直想要讓自己很開心 對 剛剛其實妳是跳舞的對不對 被發現了 對 因為我剛剛就看到也是蠻會撩鏡頭 妳是那種 撩 不是啦 那個詞 對這有點看不見 也是 其實太遠了啦 而且她側面演像那個 最近來台灣看演唱會 雅莉安娜 我的小A妹 而且她的態度超好的 對就是那個肢體啊 然後對鏡頭 妳說我還是A妹 都是 沒有 當然是講妳 當然是妳啊 OK 那我剛 先看一下中場 看一下票數 好喔 我們現在要先看一下票數 來 名次 現在慢慢說是第一名 目前 暫定第一名 第二名 你們是認真的嗎 好第一名是慢慢說 第二名是Yuzi 然後第三名是Julia 厲害 我剛剛想說應該不會第一名 才放狠話的說 真的一定要 真的話不能亂講 真的話不能亂講 沒問題 沒在怕 對啊再次唱完了 好好的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剛剛唱出了一個 我的一個小秘密 就是這時候曾經 讓我很痛心的歌曲 所以就是 第一次公開唱給大家聽 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對這首歌的熱愛 也希望大家感受到 我對你們的熱愛 那就讚一下吧 好記得按讚 按讚 好當然還是要繼續說我們 就是Stereo 我們要送Stereo的四組票 沒錯 對那這次真的很難搶到 我們也是大放鬆 所以一樣的三個步驟 就是要分享我們的直播 按公開一季 沒錯 就是要take三個朋友 在結束三十分鐘之前 然後訂閱完全娛樂的YouTube頻道 沒錯 對那大家如果覺得不知道怎麼訂閱的話 如果你現在有控制就直接到另外一個界面 然後就是截圖 你已經訂閱那個娛樂的YouTube頻道 然後就是 然後就貼在那個留言底下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真的還不知道怎麼辦 之後呢我們的臉書啊 然後小秘密也會去親自跟你們說 要怎麼做這樣子 你就可以獲得 Seres十週年演唱會的票啦 Woo好不好 OK 好那接下來壓軸組 壓軸 有沒有壓力 緊張緊張 因為你們是算是 對啊 唯一的男男組合欸 對 等一下你把慢慢說 欸 不要亂講 組合組合 你怎麼知道他當過兵 男男 是這樣子 現在已經要到十二點了 對啊 好來帶來什麼歌曲 我們要唱 王維登跟Lavra唱的 Say You Love Me 對 饒舌歌 對 我們是 哈哈 哈哈 哈哈知道是哪一個嗎 就是 嘴巴最大那個 嘴巴 笑開那個 笑開心 沒錯 好那就歡迎Say You Love Me Yeah You Love Me 弄了啦 弄了啦 OK 謝謝 你不動會死是不是 真的有蟲是不是 不錯啊 這很high啊 帶出這首歌不一樣的感覺 對而且為什麼選這首歌呢 我跟你講這一定就是每個男生心目中的 女神就是林依晨 啊 跪了 直接跪了 真的 他真的是 真的就是女神不知道該怎麼說 太完美我覺得 而且他還獲得2008年金鐘獎女主角 對 就一定要唱很少 剛剛背了是不是 剛剛背了對不對 沒有沒有 你剛剛有背了久嗎 2008都講得出來 大家不要這麼壞喔 女神一定要記得對不對 當然當然 其實這一次改編這首歌有點緊張 因為他是王維登 鐵組唱的Jason哥 對 他的一個代表作品 對 然後我們也想說趁這個機會 可以小小致敬一下 對 Respite 而且你們今天是不是服裝也有搭配了一下 這個服裝搭配是個人覺得蠻厲害的 只要講一下啦 只要講一下 還cue你們講 我們PSBOY呢 最近有出了一首歌叫寶貝點進來 這是我們MV的造型 對 而且這個造型呢 我們這個MV造型 都是姨柏一個人配的 真的假的那你在幹嘛 我 沒有沒有 我就是 他幫忙搬登啊 對 對 你講一下我是勞工是不是 因為你比較壯 所以舞的給你 溫的我來嘛 好可以可以 好有特地搭配也是加分 對 沒錯 再次拉票 對 我想要用拉票的時間講一下寶貝點進來這首歌 好 現在K-Pop上面已經有了好不好 Apple Music YouTube都有 大家都可以聽到 期待一下MV好嗎 假如喜歡我們今天的表演 按一下哈哈 不是笑我們 是支持我們 哈哈哈 Yeah 我OK 我OK 對 對 就是大家都演唱完畢了 要不要也說一下今天參賽的心情 就是要不然那個UZ先說一下 參賽 有在比賽嗎 我怎麼沒有感覺 我們是來玩的是不是 我們是團體啊 團體 對 我們是團體啊 對啊 就宣傳自己的歌啊 他剛剛已經打到歌啦 他剛剛已經打到歌啦 不行不行不要 沒打完 沒有沒有 我覺得大家都很不錯啊 然後我就都幫大家一起拉票嘛 就全部都按好了 唉唷 平衡人 平衡人 可是你這樣子也只能按一個 所以全部都按了 就註冊給他 註冊四個賬號 有什麼難 OK也OK 可以可以 好 Julia呢 就是很開心可以來到這邊 因為是第一次來這邊 然後又可以發我的手上專輯 也是很開心 然後來這邊 剛剛還唱了別哭了 我也好開心 就亮你的頻率 他們可以再高音 對啊 我覺得我們是生Key 對不起 我平常講話就太懶了 所以就是聲音都是超低的 那你應該要挑戰我們的水果高音 對 你應該要挑戰水果高音 反正謝謝大家 然後希望你們就是多多支持我的專輯 然後剛剛如果喜歡我的表演的話 各位有個愛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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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說目前 剛剛是暫居第一名 沒錯 現在在統計票數 來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是第一組表演 所以大家比較多時間可以按 所以我們占了這個便宜 很謙虛 很謙虛 就是要判啦 可以趕快按別人 現在很怕要表演 現在很怕要表演 很怕要表演 但是很謝謝大家 那我們很開心 就是今天可以來玩魚 我覺得這邊超好玩的 對 真的 下次歡迎再來 下次一定要再來 好 謝謝 按襪 按襪 我們是襪這樣 我以為你們不在意 我以為你們已經不想表演 好像是耶 沒關係 已經贏好了啦 沒關係 贏著放 贏著放 好 來 其實我們今天來 想要特別謝謝完全娛樂 因為最近玩魚 他們在準備進行中 大家很累 不敢聯絡他們 然後他們還邀請我們來參加這個 就是蠻酷的一個音樂活動 對 就是一樣回娘家嘛 開心好玩 就是這個感覺 主要是想要 你們不能這樣說 你們一直推出新歌 你們創作也是一個好的事情 不過我們剛剛在旁邊 有偷偷按那個 慢慢說的那個圖 真的假的 因為我們想要看那一段 喔 所以偷按 灌了一下這樣 好 不妨礙說 我當然有偷按一下 非常好 好可怕 也是不錯 但你們等一下如果第一名 會帶來什麼嗎 欸 你要我親他嗎 不可能吧 我就是要Cue這個 我就是要Cue這個 對 我想要看父親 有公主到嗎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的內置MV裡面呢 他是有一些蠻裸露的畫面 最近腹肌超不錯 真的 你知道嗎 我剛剛在後台就是我站在後面 我看到他的背肌那個超重 因為我在練 然後我看得出來他超重 可以摸超長 那我們就先曝光一下 可以開放摸啊 就腳一百塊 健身一道是不是 OK 好想摸 可以喔 我覺得女生都可以摸 女生摸啊 你背對我幹嘛 我問了我 這個機會難得 我問一下 女生摸 剛剛說女生摸好不好 轉過來 對啊 我跟你們說 跟他上街不用害怕 他會動 沒錯 他會動 而且他剛剛胸部還可以打 這位太太 等一下 笑我練一點 我覺得Julia現在好練 Julia是不是有點害羞 後退 Julia如果你不要摸髒東西 也沒有關係 什麼髒東西 亂講話 好啦就先這樣好不好 他害羞了對不對 我怕時段還沒到那裡 先別這樣 生夜時段再來看看 我們今天不是說要到一點這樣 對啊 不然平常有在夜唱的嗎 去KTV唱歌 現在約起來是不是 等下可以啊 等下結束 不然先吃快炒好不好 先吃快炒 好 所以統計票數OK了嗎 OK了嗎 可以公布 很緊張 統計起來了 來宣布我們的結果 我 爆冷門嗎 不是爆冷門 什麼意思 你這是什麼意思 爆冷門 把口紅拿 我非常的厲害 我剛剛不是說爆冷門這件事 好不好我們從 好 好第一名是我們的Top1 Top1 恭喜 謝謝 真光 謝謝 他們的歌其實之前唱得很好 我很喜歡他們的那個改變的版本 真的 謝謝 而且我真的覺得翔翔 他剛剛在前面這樣一直在那邊律動 我真的覺得好厲害 對啊 很厲害 不然你這樣也律動一下 你再接著 對 是我的那個 對啊 你會後悔的 邊彈吉他 邊滑步 他只有外單弓而已 不要 外單弓了 對 好 好 那你們最後選 因為你們是亞洲宣傳 你們可以唱 謝謝 有 又是我 我就宣傳一下活動好了 就是我 接下來在9月30號 會在 送菸成品地下二樓 會有一個快閃音樂會 就在4點鐘的時候 然後11月3號 在公館河岸留言 會有一個自己的音樂專場 希望大家會來支持我晚上8點鐘 YA 好 你可以到你的粉專 就是follow資訊 對 粉絲專頁是UZ UZ就是兩個字母U跟Z 然後 就是秦始皇的後代之宇宙之子 秦宇子 好 那感受一下 後代宇宙之子 秦宇子 其實他也是rapper OK 好 謝謝UZ 好 就是我的手段專輯 現在在各個數位 平台上面都可以聽得到了 然後呢 我的一些活動都會在Facebook上面 所以就去找Julia Wu 舞作元 然後 是不是我頻率又太低 對不起 我們可以感受一下 還是OK的 可以 然後我在Instagram也常常會post 大家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Julia Wu 94 Thank you 對 因為Julia的那個新歌 就是 別哭了 對 也有進我們的KBOX 對 也希望繼續幫她衝綁 然後能夠讓她也來 要完全爆榜之類的 對 謝謝 謝謝Julia 沒有特別表演的慢慢說 看不到沒有關係 太可惜了 其實我們才差可能一票 不然也清一下好了 沒有 等一下 沒有 如果慢慢說的那個新歌 有進KKBOX的那個榜裡面 我們就來 怎麼樣 有 可以 錯了你這句話 錯了你這句話 誰把她拉走 回去就 循環播放 走完 一個禮拜 清一集 直接一集就做 全部都在清 等一下 我們還有活動 對 我們10月7號 然後在松菸的月書店裡面 有一場live 也希望大家可以來 然後新歌 CNO已經在各大平台都可以聽得到了 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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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軸 OK 哇 對 沒有要講一下德江蓋也是 德江蓋 宣傳 當然謝謝大家 不過呢 重點是 晴魚子 吳卓元 茂安說學團 這三張專輯 有 有 有 三張專輯 買完 然後上KK聽我們的歌 這樣就OK了 還是你們等一下唱歌 就唱他們的歌 然後都不唱 還好 今天好 今天好 很棒 很棒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就留第一名 等一下來唱歌 這樣讓我們也謝謝 三組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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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要跟我握手 沒有 好 可以給你握手 好 那你們要 帶來什麼歌曲 我們要唱我們就是 近期的最新創作 寶貝點進來 沒錯 剛完成MV的這首歌 沒錯 好 那我們就歡迎 寶貝點進來這首歌 寶貝來吧 寶貝點進來 寶貝點進來 謝謝 這首歌真的可以 希望可以衝進榜單 好不好 其實已經有啦 我說過96名 沒有在比較高嗎 有 之前有衝到 最高峰30名 不錯 其實不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然後希望之後就是MV 點閱率 對 就是希望 因為這一次MV 真的是 我們真的是 費盡心思 對 花重本啊 就是以前積蓄 就是都已經拋光了 真的假的啦 謝謝我們公司啊 謝謝公司 我們之前的MV有看過就知道 就是比較簡單的 但這一次 欸 等一下 這一次真的不一樣 所以希望出來的時候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欸 我跟你講 甚至花多少這樣喔 自己去想 真的假啦 自己去想 五千塊你們說的出口 欸欸欸欸 五千塊 五萬塊 沒有 自己想 對 但是真的還蠻開心你們 就是因為堅持自己的創作 然後就是 就是不會管那些可能成本 或是什麼效益之類的 就是 對 真的 對 其實也不是不會管 是 也沒得管 沒得管 沒有 但我們希望接下來 除了MV以外 我們可以做更多 我們自己原創的作品 給大家聽 對對對 這是我們其實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你們也只有在密集開會 就是要一些曝光 或是 有有有有 你們還有持續在創作 有當然因為我們另外兩個團員 他在當兵嘛 然後他們放假的時候 我們是一起在籌備第二張專輯 就放在回來拍個照 然後再回去 沒有沒有 不是外照 真的是在寫歌的 對 大家關在一起 你們最近不是也都睡很少嗎 真的睡很少 對 但其實 這邊可以講 其實我們 明年希望能推出一張屬於TOP ONE 全創作的 對 專輯 真的假的 對 我們現在一直做這樣的事情 好 期待明年 期待 一定要 記得肝還是要先顧好不好 好 小心肝 OK 謝謝TOP ONE 謝謝TOP ONE 謝謝 謝謝 掰掰 好的 一樣的就是 一定要好好呼籲 就是我們要送出 Stereo的十週年的演唱會的票 這是今天一個很大的重點 對啊 因為就是真的很難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一講再講 讓大家一定要奠記這件事情 沒錯 大概講了第四次了吧 對 沒有 我們本來要講更多次這樣子 對 因為大家一定會覺得 到底第三個步驟要怎麼用 但其實就是大家記得 就是點閱就對了 然後之後 訂閱 對 訂閱 然後就是截圖 然後到時候也會 網路上也會告訴你 要怎麼做 然後怎麼得到這個票 沒錯 持續的關注 對 玩瑜的臉書 對 以及我們的電視版 就是一樣在每週六 六點就一定會有 我們的專題 然後這次呢是有上床 就是有那個孫其君跟 有上床 什麼上床 沒有 我就是 我們上床吧 對 我自己也是上過 對 我就是上了 對 我有上了那兩個人這樣子 孫其君跟無以為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有點懷念被 被什麼 被摔的感覺 你搞得我 小小的 有點尷尬 我覺得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那一集 我也可以去 我們就是狂被摔這樣子 但是很樂在其中 你問小鈺那個後進就知道了 好不好 讓她久久不能回神這樣子 沒錯 你說我也要上去嗎 欸 她今天都說她要去 上我們上床吧 都說沒有找她 我說有女來賓就可以找 因為這樣 你這樣講得很像我是色魔 嗯 沒有 我是覺得說 不是這個意思嗎 沒有 好不好 我覺得有的話還是可以啦 好不好 對不對 對啊 再邀約一下她 我開名單 呃 宇宙 宇宙不要來 宇宙不要來 宇宙不要來站床位 好 這我們私下子一講 好 你這好好地想一下名單 以及還有Aline跟李榮浩演唱會的專題 還有 噗通噗通我愛你的幕後花絮 花柳的幕後 沒錯 好的 那今天就是還滿開心 因為很多主來賓 然後又可以聽到他們唱歌 沒錯 今天這大豐收 而且拿到很多他們 特別為我們準備的禮物 對啊 只是沒有拿到Stereo演唱會的票 沒關係 我們就大放送給你們 對 就給你們 好不好 好了 那之後呢 就是好不好 30分鐘之內要記得 take三個好友喔 掰掰 訂閱YouTube頻道喔 掰掰